2020年11月20日 在澳洲新南威爾斯多了3個 去到4517 在西澳多了2個去到796 總共多了5個 總共確診數目是27789 死亡方面沒有增加 另外一個好消息 就是南澳發言 早兩天宣布非常嚴格的社區隔離措施 現在可以撤銷 原因是因為 在他們追尋密切接觸者之時 有人說錯了接觸方法 引致以為他有一個非常傳染度高的新病株 所以現在 南澳政府決定 在星期六的凌晨 就會取消 這個 非常嚴格的隔離措施 現在他們那裏的 商店正在準備 重新 在 開業 希望他們 資料正確 告訴大家 其實 很多時候我們對政府 老實一點 對大家有好處 這次 這次的一個 一個錯誤 類似很多的商家 損失慘重 因為他們 尤其是這些餐飲業 想著 在未來六日 再加八日 開不了 所以那些食物 全部拋棄了 現在要重新入貨 浪費了很多東西 再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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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